周星驰 你们俩真好过吗 老四季的时候 我们拍戏的时候是一对好的那个对手 动过心没有 才华的人都比较怪奇 对对对对 就不太好相处 不太好相处 把那个剧情 紫霞仙子和那个 志尊宝 志尊宝 把两个人物关系抛开之外的 你看到他 你觉得他是个很好接触的人吗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也有某一些时候 是某一些的状态的 那比如说你跟他聊天 或是跟他搭得上 你就要那个时候 他的状态OK才行 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 不一样的状态 是的 华西游是你人生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吗 到目前为止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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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没有出现最满意的作品吗 当然了 哪个 如果出现了 我就应该退休了吧 你就想拍一个最满意的作品 以后再退休了 每一次 每拍一个戏 都是我觉得 最完美的东西 拍完之后 我又 回到那个 还可以更好的东西 进入一个不满足状态 对 有时候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 对 所以永远一直在追求 和周星驰怎么认识的 我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真好奇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 我们是派系啊 派哪部系认识 陶学卫龙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学生 我还在香港的演艺所院里面读书 对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 那段时候 最近我用了我是 看那个漫画长大的 对 你有没有看过 我知道你喜欢看漫画 很喜欢看漫画 动画片 我这样长大的 所以 我其实我看到 他的戏 是朝那个方向去的 有漫画的特点 有有有 是的 对我 那个时候是一个小朋友来说 像梦工厂 像梦工厂 对 在照梦的一个过程 我目前没跟周星驰见过面 只跟他看过他的作品 但是也算是道听途说 都说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他是有才华 是吧 有才华的一个人 但个性比较古怪 你觉得呢 才华的人 多多少小个性就有点古怪 有点怪品 那因为 他们 可能一起沉醉在他们才华的那个点 他自己的世界里边 对 他这个跟外人的融通性 可能稍微弱一点点 交流 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聪明的 跟人家沟通的那么好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艺术来的 所以说杜琪峰就说了杜琪峰 对周星驰的评价说了 这个人合作可以做朋友免谈 就不能做朋友 有一些人是这样 怎么样他都是一个人嘛 对 一个一个一个立体的 但到现在他还是截然一身的 他现在还单身对吧 周星驰没结婚吧 对吧 没结婚不一定是单身 他头发白了 他心目当中最完美的那个女 是不是你 我不觉得会是我啊 他头发白了 是因为他可能 不想再去染头发吧 是吧 麻烦吧 你结婚的时候 他发祝福来没有 我也没有告诉 川内很多人 你不用告诉川内很多人 华人都知道了 最后那个祝音嫁给黄关中 他没有发个祝福啊 说哎呀祝福你幸福 祝你幸福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但你知道吗 每个男导演啊 任何一个电影导演 他都有自己的muse 就灵感女神 有有有 你是他的灵感女神 你是周星驰的 这个你要接受的 我们看这么半天 就他在给你拍戏的时候 周星驰是发光的 你也是发光的 他下边的作品也可以拍作品 但他的灵感女神 那葛优就是冯小康的灵感男神 可以呀 可以这么说呀 因为他的戏录是在那个录上 有一些人合作是有光的 对对 这个光那个穿悔越坏越大的 当你每次出现在活动 或者采访的时候 当大家不断地提到 周先生的名字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抗拒 就比如说 为什么总是要问我关于他 对 为什么把我的朱英的生活 老跟他联系在一起呢 会不会有那种反感 实话实说 现在是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 我也从观众的早度出发 因为看见朱英也不容易 我觉得看见可能 看见周星驰更加的不容易 所以看到我就去问 就问了 但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爱他的话 应该是找他去问 对 因为这个是最公平的 对 因为我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够 帮任何人回答 而且他用他的实际行动 已经证明了 他爱的是黄冠宗 他嫁给黄冠宗了 以后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